啊 说什么让你选择高三条大路 中央上路到头 中央报名 天正道 头九温柔何处有 最后温柔高九成 细腻柔和四仆玉 人面桃花 相应红 众所周知 德顺社有这样的说法 头九出征寸草不生 头九是第一批九色科学员 距离成员有以下八位 德云黑总张九龄 头九师姐李九春 一语至死周九良 一语至胜 杀罐一线张九池 书生义气高九成 武术捧根 王九龙台下温柔张九难 这一个个光听名号 就感觉不好惹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 似乎一样的 他就是高九成 今天我们来聊聊 勾九最后的温柔 高九成原名高成 1986年出生于天津 2013年9月4日 随第一批九字科拜师 主红捧根 大家都知道 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是说学逗唱 但九字科的基本功 却是刀枪棍棒和好口法 高九成跟台下温柔的 豆根演员 张九南搭档了树仔 张九南过于活泼的舞台风格 以及与粉丝们的户队 被称为蛾云疯狗 在面对张九南 这种疯狗式的豆根 一直保持着 自己求求老六的端着 这种疯狗式的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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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叫 那你说 我说 我说 来 我叫 温柔 温柔给温柔 但是能力却不俗 虽然他不经常说话 但控场能力 以及反应能力 都是一流的 有一次在小园子演出 张九南一如既往的事 也尽全力的欺负高九成 还一副 你能拿我怎么着的吗 一个劲的挑衅 最后高九成做了一句话 张九南立即完败 你想要强受啊 就不能老是跟儿子较劲 想强受啊 就不能老是跟儿子较劲 还有一场表演 同样让人记忆深刻 张九南问 如果说 我真跟你媳妇有什么事 那咱们俩的关系 算什么 算扯平了 高九成 一个漂亮的回击 顿时让张九南 哑口无言 如果说我跟你媳妇 真有点事 那么好 咱俩的关系算什么 高九成毕竟是头酒的 虽然温热虽然不好头发 气势上拿捏着丝丝 出台风格 陷于活泼奔放的类型 特别是张九南 在舞台上过于活泼的时候 总是让人担心 会不会在台上 把自己给削过 导致难以收场 但是高九成总是能在他 即将放飞自我的时候 把人拉回来 就像有一根线一样 总是把分寸 控制得很好 他们一个过分张扬 一个就格外冷静 这种不一样的默契 令人充盼不明 九九两公子 千番净发行 南京比剑与 东剑 高中 阮长维云 护手维云 拖拉机外手 这次 谁怎么做我拖拉机啊